你好 欢迎收看11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省政府重视县内各乡镇办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办理的成效 携手社团法人基督教女青年会 19号是在东华大学美人校区体育馆举行了111年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据点共好定向幸福的成果展 现场薛正卫也大赞长者展现了乐临学习精神 首先有花莲省全联体制能运动协会乐乐家族 带来活力大动操 长辈们在台下跟着音乐活动筋骨 举手投足的充满活力 活动在欢笑中揭开序幕 现场薛正表示 花莲省2.0覆盖率居关全国第一 非常感谢各发展协会 计划主持人 赵福源以及热心的志工姐妹们 为守护花莲省的长辈们健康 还有深心灵的预悦 提供优责的课程给所有快乐的老大人 我们大家一起设在 让我们的长者能够走出江门 晒晒太阳 得到更多的健康和活力 对 所以要在这里 要谢谢所有各个计划的主持人 更要谢谢我们的传照 我们的造主员 还有谢谢志工姐妹 提供这么好的课程 给我们所有快乐的老大人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谢谢以一个感恩的心 谢谢每一位志工 每一个人为守护花莲省的 我们的长者的健康 还有深心灵的愉悦 要感谢他们 但是我想在这里 我们要更谢谢我们所有的长者 愿意走出来 对不对 我们再好的政策 如果没有学生 也没有办法做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多的长者 是不是给自己掌声 好不好 现场也要求鲜言张美惠 颁发高手在据点给12位长者 为了号召花莲县内各个社区照顾据点 共计有23位长者参赛 取前12名最高票的高手 其专场如空手道 手工业 训流 各项乐器等等 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比具特色 欢迎说表示 这次活动办理各个据点 长者以志工收获满满 在参加活动平时训练 也成功提升长人的智力 增进繁衣以及行动力 定向长者健康幸福 未来幸福将持续推动 方向朝向据点真能 以及社区共好前进 以健康促进社区参与 安全维护商业目标 让花莲社区长者达到 活力老化与在地老化 记得喜欢欢迎欢迎收看